勞全開倒車 政策回溫針 頂著大太陽高舉巨型回溫針 嘲諷蔡政府的勞工架制度 髮夾彎裡又一個S彎 勞團羞就行政院外抗議 只是要一個七休一 要被這麼高規格對待嗎 行政院長林全找勞資雙方面對面 第二回合繼續喬七休一 原本8月1號實施卻臨時喊咖 現在要增加裁量基準再上路 只是七休一的定義 就怕又是換湯不換藥 大家都討論七休一 我們導遊現在歡迎加入我們的行業 我們天天都在休息 因為來向政策 那真的很希望院長跟對岸 真的好好談一下 因為輪班需要補修 補修的時間14了 差不多每一個人 幾乎好幾百個小時都沒有補 千萬不要把我們排除在特例 我們初步估了一下 大概要增加1400多人 如果按照這樣 然後預算大概每年要增加 大概10多億 這個都是我們身為國營事業 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台電代表趁機抱怨 政院砍了預算 才讓人力產生缺口 只是勞工休假權益 還是沒得解 大部分都要走這條路 但是是不是應該要有例外 以及例外應該被限制在什麼樣情況下 這個部分我們來希望能夠聽取大家意見 第一個保證絕對不會變成一個同理 第二個保證這個特例絕對不會被濫用或是誤用 現在蔡政府更拋出以價換價 拼一例一休闖關 刪除七天國定假 你放寬特休假來彌補 員工的特休天數和年資都可能鬆綁 但以價換價 頭痛一頭 即使腳痛又該怎麼辦 記者董佑俊 邵玉米SNG小組台北報導